那當然我們剛剛是用伊爾曼類做分割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伊爾曼 而是要用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也就是它前面三個字 跟 它的第四第五第六個字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還有這兩個如果我今天分別一個 一個的丟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用那個所謂的文字來看待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它用文字來看待 剛剛用Lab直接切丁失敗 所以第一個一樣的原則 我前面講過如果你要用那個TEST函數的話有幾個訣竅 第一個你先直接 抓這個裡面的它的什麼呢 它的格式 那格式的公式你要先抓到就按右鍵出售格式 這個可能 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要先點設定 把這一串直接複製就可以了 OK 那把這一串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TEST裡面的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是叫做那個FORMATE TEST 其實這個就是他要的FORMATE TEST 那記得貼上去前後要外面要加雙以後 因為TEST外面要自己加 所以這個地方你先複製 複製完之後取消 那做什麼呢 先 第一步 插入那個文字類裡面的那個什麼 TEST函數 T開頭的所以你就往下找 TEST找到了 然後他會要兩個 一個是VALUE一個是FORMATE TEST 那我們剛剛複製東西就是貼到FORMATE TEST按確定 好 那VALUE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這個呢 請你幫我把原來裡面的日期 變成一串文字 而且那一串文字的規則呢 就是根據什麼 剛剛這個 所以你先雙引號兩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然後把剛剛那個一串的公式 不管什麼啦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OK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原來的 43815 有沒有 就是說他跟190年相差幾天 本來這個數字嘛 他就自動幫我轉成文字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 這個東西 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訊息當成是一個文字看待 那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透過 TEST這個函數 透過他 他幫我把他轉換 所以轉換的結果轉過來 就會是這個 OK 然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確定完之後 他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 這樣的一個文字 OK 這個 這個當然你表面上看到這個跟這個看到是一模一樣 不過實際上在以色列裡面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真的轉換過 所以如果我要只留下108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公式再減一下 包含等號 再利用什麼 剛剛用過的那個LAT 有沒有LAT這個這個函數 做什麼呢 再把剛剛 這個TEST那一串公式貼到 TEST裡面 就這一串 這個 然後取前面三個字 LAT指的是前面取 算起 要幾個字 三個字 你就輸入3 按確定 那108就OK了 有沒有108 那再來的話 月的話 一樣 月的話當然 中間 最中間的話我們可以用之前用過的文字 就是 函數叫MID 就是MID 按確定 然後也是一樣把剛剛那一串公式貼過來 然後就是這個TEST 然後要從第幾個字呢 STAR NUMBER我要從12345第5個字 要幾個字呢 兩個字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OK12就過來了 按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16的話要怎麼做呢 一樣嘛 一樣用MID的函數 那MID的函數的話呢 只是差別什麼 這個一樣貼 然後STAR NUMBER的話我要從 等於是第5第6第7第8個字 第8個字 然後確定兩個字 OK16就有了 OK按確定 OK 然後週起的話呢 那一樣 所以在插入函數 一樣用MID吧 其實這個用 Rise Rise 不行 Rise後面有扣瓜 所以還是用MID比較方便 MID的函數 然後一樣貼 然後我們就算他應該是 第11 然後兩個字 按確定 好這樣就有了 不過呢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用TEST函數做完的結果 他會跟那個什麼呢 上面的有一點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對齊方式 這個也好像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現在是資料是靠左的話 那記得 他是文字 如果靠右的話是數字 所以如果以後呢 你 假設 要用跟VIP函數做查詢的話 記得 你可能 他如果那邊是文字 數字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它外面再包一個Value 或者你會 出現錯 不過目前當然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 形態 目前是文字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就完成了 所以我剛剛用那個TEST 把它再用LAPS 切前 三個字 然後MID 這個都MID OK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是 跟那個什麼東京奧運 改一下 2020 假設2020那一天 是 2020的 7月 假設1號 這一天 那 我想知道 到底呢 距離2020 2019 跟2020的 7月1號 相差幾天的話 那其實 跟各位講 很簡單 計算日 日期的話 直接等於什麼 直接等於 這個 未來這個 因為他背後啦 你看到是這個 實際上裡面是一個數字 減掉什麼呢 減掉today比較好 有沒有 打個勾 198天 所以其實特別是 如果你將來計算 天數的話 是最簡單的 因為天數 直接減就好了 那頂多是說這個儲存格之前如果有放過日期 的資料在裡面的話你可能還是要把它再轉換一下 因為剛剛只要放過日期的話他就會有年月日的斜線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比較困難的是說 我如果要計算的是什麼 計算的是年跟月的話 那怎麼做 尤其是後面有一題 那我們要用哪一個函數來做最簡單 其實這邊跟各位 講一下 其實有個叫 Dedif 如果你會用Dedif的話 很多問題就簡單了 尤其是 剛剛提過的計算年跟計算年跟計算月 的相關問題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我講到的這個 把 這個格式 做切割 裡面特別需要 先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先把自訂這邊的 這一串先複製貼到TESTS的 那個 Format TESTS裡面 再就做切割 這樣子就不會有問題 另外當然如果你做完了 你覺得意猶未盡 甚至你可以 再把什麼 這個 10分秒 自己再加 10分秒 有沒有 方法的話也是有兩種 你如果用上面這個方法你可以用什麼 Hour mini Second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直接用TESTS 切割 切割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 同樣的邏輯 所以 那個日期是 年月日 那時間的話呢 就是 叫做 10分秒 那概念呢 基本上 都是一樣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切割的話 反正 就是 按照同樣的邏輯 那我這邊要講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用 日期時間函數來切割 一個呢是直接把它當文字來切割 兩個方法呢 都可以 只是說呢如果你當文字來切割的話 回來了資料 那可能 會特別要特別注意就是它是文字喔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做計算 或者要做查詢的時候 那 你要注意它是文字喔 所以呢 可能 在做計算 或者在做查詢的話 恐怕還是要先把它轉換成 那個所謂的數字格式 那外面可能還在加一個value 試一下 好